刚才跟张主席就在说 说我们中华文化能在印尼这个地方 被保留下来 广为流传 你们真的很棒 不简单 因为我们被打压 太不简单了 被打压三十几年 连牢都做了是吧 对 都有做牢的 鲁班庙 今天是腊月二十 恰逢鲁班贤师的诞辰 钉钉有福 一踏入印尼广照会馆 便见到了如此吉祥喜庆的一幕 恰逢农历腊月二十 雅加达广照会馆 与馆内鲁班庙举办 鲁班祖师生辰 庆贺仪式 两头武师在锣鼓喧天的旋律之中 起伏 蹊跷 我们的武师文化之所以 可以在印尼发扬光大 仰照我们黄主席的屋主 所有文化的起源 都有它的一元性 黄主席介绍 这四个字分别用香蕉 菜叶还有橘子来代表 那招财的时候是不是广东人 那个香蕉的交同样的发音呢 这个好彩头 有播种 还有收获 哇 这个是甜甜蜜蜜 对 顺顺利利 谢谢何主席送我们甜甜蜜蜜 谢谢主席龙年大吉 拜龙头 拜龙头 我们都会煎了一些这个蜡烛 这个蜡烛有几个不同的尺寸 印尼亚加达鲁班庙 至今有约180年的有久历史 最初由在雅加达一座木匠活谋生的 广府人建造 后今多次扩建 重建 在庙堂多块匾额上 建造清代统治 光绪 玄统年间 信众捐助重修等 记载 如今的鲁班庙 不仅广府人前来祭拜 四面八方 靠手艺吃饭的人 都把它视为精神的感召 我们广东人以这个为自豪 我们说龙头是在我们这里 工匠祖师鲁班先师的故事 2011年写的 那个时候鲁班诞成 已经比方1562年了 对 代表中义的关公 对 还有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土地公公土地婆婆 对 土地公公土地婆婆 我们的鲁班祖师 刚才我们张主席在这里 留下了香油钱 现在是最大的挑战了 就是怎么样给我们的下一辈 要继续传承这些美的 我觉得你说你自己 晚辈看得到 他们就会学习 对对对 我觉得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你只要做自己 我要从最小的做起 还有一个另外呢 我想要做一个就是 孝道谈判 给他看一些我们中国人的故事 来引导他们 启化他们对父母亲的一种孝道 所以这就要说到 讲好中国故事有多重要 对对对 这一看就是很有年代感 美城侯同志13年 印尼广州总会在这个精神家园的基础上 更注重中华文化的传承 足足花了10年时间购买到 金陵鲁班庙的土地 建设了广照会馆 丁丁真心希望哈 可以像在泰国一样 把在印尼真实的所见所闻 以及我们华人华侨的正能量 在这里接受到的祥瑞之气 统统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 那么敬期期待在印尼的更多中国故事 拜拜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认识泰国 哦说说啦